大家好 今天2月3日星期五 市市持續反覆 而且恒指進一步跌穿20天平均移動線 待會再做分析 先看看指數 恒指今早先低於147點 去到21811點 之後有少少拉鋸後抽 見過21820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買盤不足是最主要原因 加上零稅高壓甚至容易 結果直至11點半 指數已一度今早低於21459點 相對昨天收市跌至499點 有幾個技術上的信號轉弱了 第一指數跌穿10天後 今日進一步跌穿20天平均移動線 涼起了移動線方面進一步轉弱的信號 第二 10天線開始掉頭下跌 這點顯示得到 整個不斷向上衝高的勢頭 技術上已經轉弱了 第三就是2月份 暫時過了3個交流天 但形態上又再出現了先高後低的格局 指數暫時是由昨天2日高位22311點 跌至今日暫時低位21459點 今個月的波幅暫時有852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可能同時出現在2個交流天之內 加上859點的波幅 亦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指數如果在中旬之前 沒有法指向上突破22311點 代表更低的指數還在後面 到底大市技術上要再跌到多少 或者進一步下限的幅度會有多少 我們要計算說 講了很多次 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14597點開始的上升 去到今年1月27日的高位2278點 12個星期市是升了足足8103點 由於指數已經相繼跌穿1210天線 技術上形態上的市 本來是由一個急升後的高台整固和消化 已經發展成一個技術上的調整市 如果大市最終是要調整8103點 這個波幅的三分之一 有個心來準備 恒指是會進一步下市250天線 甚至是下市2萬點這個大關 這個大家一定要有警惕 10天線就剛才提到 已經開始放慢 因為直到這一分鐘 暫時來說 仍然是2萬2千點 但如果市場持續反覆不明 最終會跌穿2萬2千點 至於20天線已經失手 暫時是在21682點 剛才提到的250天線 現在是在20204點 簡單來說 只要市場暫時來說 在先高後低形態主導之下 約大約有1500或1800點下限波幅 老老實實 250邊市場防守性 一定會受到考驗 所以在這個市況當中 大家就不要看到高位 在哪裏覺得現在的股價便宜 因為市經過了12個星期 紀律上的中期升浪之後 如果出現2至3個星期的消化和調整 是很正常的 即是現在這分鐘 暫時一個字 忍 要等一等 升展到一隻興生工具 和大家分享 今天講解是匯恐的抗論 12577 行使價是65.93 到期日是今年的7月 實際上是11.8倍 匯恐股價是55.5 12577的抗論 大概是7,8 假設匯恐股價能升上58 12577的抗論 應該有機會見到1.33 潛在的升幅大概是70.5% 當然 如果匯恐股價受到大肆氣候所累 而低見54 12577的抗論 亦會跌到4,3 潛在的跌幅大概是44.9% 相關資料是由升展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匯恐這隻抗論 12577的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當然 卡在升展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如果有了 確信 你能不能支撐 答案 就請問 任何 1057 都 任何 理 recreation 使用 惯